你不要禀记 你怎么知道我有没有 你就是有 我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香港赌王的儿子何游君迎娶西梦瑶后 外界对嫁入豪门的西梦瑶婚后生活一无所知 很多外界人士猜测西梦瑶婚后生活并不容易 豪门规矩太多 西梦瑶生活艰辛 世界超谋西梦瑶嫁入赌王的家族 也算得上门当户对 一个世界超谋 一个赌王的儿子 两个人相识之后 何仙君就对西梦瑶产生好感 并且追求到了超谋妻子 结婚后的西梦瑶也会去参加世界级别的走秀活动 并没有因为嫁入豪门而退出超谋界 两人于2019年直接公布求婚的喜讯 7月正式领证结婚 三个月后西梦瑶就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儿子 取名何广深 而他也是赌王的长孙 一胎得子的西梦瑶产后获得了很多奖励 有港媒爆料称西梦瑶不仅收获了一个亿的现金 还有一个亿的教育基金 以及香港一处价值上亿的豪宅 光这些就已经价值三亿了 而且他婆婆四太的朋友又是非富即贵 送来的礼物各个价值不菲 在礼金上又能赚不少 看了下清单 估计99%的人这辈子都赚不到 虽然有不少网友在网上酸言酸语 西梦瑶成了声誉工具 殊不知人家彻底改变了 嫁给有钱人 最少还能拿到钱 要是嫁给穷小子 那可是连钱都没有拿到 加入侯门第一胎生个男孩肯定是母平子贵 如果西梦瑶再智商高一点 就是前途不可估量了 和尤军虽然是侯门公子 但没有富家子弟不好的习惯 在西梦瑶的面前就是普通丈夫的样子 没有因为西梦瑶的背景瞧不起他 西梦瑶也没有因为他的背景 把自己放到卑微的状态 两人是互相尊重的 就和平常的夫妻一样 非常的真实可爱 西梦瑶面对何尤军的时候一直很硬气 并不像一个嫁入豪门的受气媳妇 她是一个比较理智的女人 知道怎么和老公增加感情 希望家庭幸福和睦 不会被老公抛弃 那就得让老公知道自己在其心目中的分量 何尤军经常黏着西梦瑶 西梦瑶应该已经感受到自己在何尤军心目中的分量 何尤军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总结了一下就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遇上了自己喜欢的人 就愿意为他变得更傻 何尤军对西梦瑶的爱 也刷新了以前对他的看法 不是一个顽固子弟 是一个负责人的好丈夫 别说在镜头前面 就是平常生活中 如果女方要求自己的老公跪流连 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会真的跪下去 然而何尤军就真的跪下去了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只是在开玩笑 但乖乖听话贵流连的能有几个呢 看来何尤军受赌王的影响太大了 以至于他对老婆的话也是言听计从的 有些网友看后纷纷直言 余笑 看多一个 放下他 坐下 你忘了你爸说过什么 别话会发 快说 听老婆话会发达 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要男人听媳妇的话 这样才能让家庭和睦幸福 实验上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刻板 不要小看了女人的力量 把她们哄好了就能给你带来很大的福气 反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女生们看到这话是不是都想给另一半看呢 聪明的男生理解了这话的意思 以后的生活一定是幸福的